汪先生说当初购买新房时没有购买车位 房子交付后就租了出去 大概在两年前一家人才搬到东方府邸居住 本来我们这些没有固定车位的这些业主 停车基本上都是停在只有这一圈里面 六十几个车位当中里面 那么这个六十几个车位里面还包含了什么 僵尸车还包含了外面来的这些车辆 包含了就是说那个仿客车辆 全部混在一起 那么收费是按照二十块钱一个小时在收费的 二十块钱一个小时 二十块钱一天 记者了解到东方府邸二期地下车库 一共有八十四个临时博位 按照二十块钱一天算 停一个月需要交纳六百块钱左右的停车费 不过同一天多次进出小区的话 停车费是重新计算的 汪先生说这次业主大会上 关于车辆管理办法 业委会提了两个方案 供投票选择 提价给我们两种方案做选择 一种方案是等于说是三十块钱 第一天是三十块钱 一天 第二天是按照四块钱一小时计算 上不封顶 也就是说我们算一下 如果是四块钱一个小时 乘以一天二十四小时 等于说一天的停车费是六十几块钱 那么第二个方案的话 它头天是二十块钱 那你如果连续停的话 第二天的话就变成三十块钱 第三天变成四十块钱 就是按照这样子递增 递增一直递增到一百二十块钱 一天封顶为止 汪先生提供了东方福底二期 2022年第一次业主大会会议表决票 其中一提三 就是汪先生提到的两种方案 表决时间 从2022年9月16号到9月28号 汪先生说不管是A方案还是B方案 对于没有车位的业主来说 停车费要多出不少开支 他为什么要出这两个方案呢 出方案的目的说实就是为了杜绝外来车辆 其实就是针对于我们长期停车的业主 因为临时访客 说句实在话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比如说到你家来做客 哪怕从早饭开始吃 吃到晚饭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一天也就24小时 24小时的话 基本上就是付20块钱30块钱 他就打到回府了 对吧 那他不存在在我们这住个10天半个月 这种现象 不是说没有 但是是万分之一 汪先生说过年过节 人呆在家里不出门 车子只能停在车库里 偶尔出个差 去外地几天 这样一来 停车费用就增加了不少 他给记者算了笔账 以停车半个月为例 按照第一种方案计算 第一天的停车费是30块钱 第二天开始 每天的停车费是96块钱 半个月的停车费是1374块钱 第二种方案 第一天停车费20块钱 此后每天递增10块钱 从第11天开始 每天停车费封顶120块钱 半个月产生的停车费是1250块钱 说起来是这次业主大会是为了全体业主的福利而考虑 而现在我觉得就像我们这样子的这些没有车位的业主 是不在他所谓的就是全体业主的福利范围之内的 是属于单独孤立出来的 而且对我们下手是比较狠了 王先生说方案公布后 他也试图跟业委会沟通 但是业委会一直避而不见 王先生带记者找到了小区物业 希望物业能提供业委会的联系方式 工作人员帮忙联系后说 业委会这边不愿提供 他不方便出面来说这个事情 首先因为临停车位的话 我们主要是为了满足我们临时访客的这个停车需求 那么临停车位呢 就大部分是被这个 我们的一些可能会出现 比如说长期使用的情况 最主要是想让临停车位能够盘活起来 物业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份 关于临停车位的补充说明 是业委会今年三月份传达给全体业主的 其中提到临停车位是指 为临时停放车辆而设的车位 而非某一业主长时间或长期占有使用的车位 业委会认为 目前存在的问题不符合临停车位的本质属性 对已购买车位的业主明显不公平 其实对于这里的业主来讲 车位的这个租赁情况不是很难 真的不是很难 昨天葛经理我刚刚刚通过电话 葛经理是谁呢 是这儿的物业二次的那个经理 刚刚跟我通过电话 也说明了 这儿的租车现在非常紧张 租车位 那或者说你能帮他把这个租车位的这个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就你如果 价格不是说 就600块钱的租车位不是今年才有的 就一直东方府里的停车位 基本上都是在500到600之间 因为我自己打电话也在区里面打过电话 1000块钱一个月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我相信就是你们新的规则出来以后 说不定这个价格还要往上涨 王经理介绍 从9月16号表决已经开始 具体的情况要看最终的表决结果 也可能会出现 AB两个方案都选不上的情况 之后记者联系了社区的网格员 希望能帮忙联系上夜委会 后来网格员做了回复 刚才我问过他们主任 他们主任说不太方便 就是透露他电话 然后他说他可以委托物业 188黄剑记者报道